江夜中夫子的十四位亲传弟子都有谁 他们各自都有哪些能力 书院十二先生陈皮皮 道门新一代最天才的人物 知首冠冠主的亲生儿子 道门天下行走 耶稣的师弟乐天而知命 是世间最年轻的知命境 母亲是六百年前 南海光明大神观一脉的后人 陈皮皮从小生活在知首冠 被视为道门的未来 后来因为不想与耶稣争下一任冠主之位 最终在夜红鱼的干预下离开知首冠 在书院的入院室中拿了六颗假上 是书院数百年来最好的成绩 从此成为夫子的第十二位亲传弟子 宁缺被朱雀袭击后命在旦夕 陈皮皮在关键时刻给宁缺吃下通天丸 帮宁缺重铸了汽海雪山 使其正式迈入修行之路 陈皮皮境界虽高 但并不擅长打架 对人非常友好 是宁缺刚进入书院时最好的朋友 曾以一记天下西神旨 重创之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使其躺在病床上数月之久 并说出那句经典名言 知命以下终究只是知命以下 第一次举世伐唐 陈皮皮破了指手罐内的阵法 助大师兄轻松逃脱 陶山光明记 陈皮皮被当作浩天重返神国的祭品 最后在书院的计划下 陈皮皮被唐小唐救出 背着逃出陶山 后来两人一同到林康城 和被废的师兄叶苏一起传教 叶苏成圣后 陈皮皮被推上了教主的位置 并和耶稣的十三门徒 将新教传遍天下 书院十三先生宁缺 江夜世界的唯一穿越者 浩天世界生而知之之人 世间唯一一个继承了 小师叔浩然气之人 书院新一代天下行走 性格冷血 无耻自私 因为幼年经历苦难 和看尽人性卑劣 而薄情寡义 但在加入书院后 渐渐融入了书院的温情之中 原本是一个无法修行的废材 后来在机缘巧合下 买入修行行列 在与龙庆的争夺中胜出 并败入书院后山 成为夫子第十三位 亲传弟子 宁缺天赋出众 擅长书法 佛道魔福 赐家兼修 是历史上记载以来 第一个以动玄境 越境杀死之命境界的人 曾多次向夫子说出了 很多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知识 让夫子明白了何为月 在夫子登天花月的过程中 扮演重要角色 夫子登天后 主动扛起帮大唐 对抗西陵的大旗 坐镇长安 依靠精神镇 可举世无敌 书院灭西陵之战 宁缺自草原一路过关斩将 先后斩杀草原阿达 金杖王庭国师 横木里仁 龙庆等人间强者 并在朝小数的配合下 杀死九徒 曾先后两次在关键时刻 击败了知首冠冠主陈某 拯救了亿万百姓 结局时 在精神镇的帮助下 感受人间亿万人的意念 写出了一道 前无古人的人字大符 辟地一刀 斩破江夜旧世界 成就今日之地球 结局是与桑桑 在老笔斋幸福的生活 关于宁缺的作用 没有宁缺 就没有夫子登天化月 更没有现在的地球